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花莲县的所有的各山川 山谷 潜水 还有我们河川的云水 一共有108条每一条灌溉的水都是独立的 而且都是水质非常清澈 而且没有污染 花莲农产品的好不只是嘴巴说说而已 今年花莲县在农委会主办的全国有机农产品表扬活动上 夺得四贯网的佳基 不但在种植面积及种植人数上冠绝全台 在产量及品质上更是表现优异 台湾我们花莲的米是最好的 因为它有好的水质 还有干净的一个土壤 以及好的环境 这蜜香土壤在2006年就得到了世界冠军 经过26个国家的一个比赛得到世界冠军 所以一泡而火 花莲咖啡主要在五鹤 五鹤地区 在日本时代就已经开始种植咖啡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花莲农产 但是当初在转型成有机的时候 农民可是遇到了很多困难 甚至最初还赔钱种有机 前面的两三年可能是你最辛苦的时间 你的土地还没有调和好 可能是转型竟然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你的产量是很难控制的 当我做这个时候 我刚前三年我是了钱的 我问你你还要做 你薄一只还要做 又了解 我告诉你 我就告诉你 最后就是未来的前行 自己都继续健康 吃人也继续健康 就是这种对于健康农产的坚持 让农民们积极投入有机事业 而环境的限制也激发了许多倡议 例如在防治病虫害上 农民就走出了一条不靠农药的路 这个虫方面我们就靠螳螂 还有我们蜥蜴 还有草莲 养鸡就是种完以后就是帮我抓虫 帮我抓虫 然后里面它有一些害虫 它就会去挖 然后就去清 以后在中心的菜市会减少 病虫害会比较少 我身影本身是看到黄色 它就会去盯 像这种黏板的话 喷黏胶 它飞进来的时候边黏入 它就没办法再危害到我们的水果 当然有机农产不只是不靠农药而已 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 甚至到了全毛丑吃的地步 非常注重有机的完整性 从种苗一直到生产管理 到烘干 到收割 到加工 那这个过程完全都要专一化 那才能够保持这个有机的完整度 让消费者可以信赖 这年迷产的过程 那我们对加工人员都有做严格的管理 包含它的服装 它的身体健康状况 那而且设备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 那就是避免让这个无人人去接触到这个产品 也因此有机生产出来的农产品 会比一般农产价格更高 但即使如此 向往健康生活的现代人无不取之落雾 甚至还远消国外 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 所以说我们要出口到日本 它第一的把关就是要 572种的农药重金属检测 我们要送到我们国家检验标准机 都有人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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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都有人订了 当然我们种出来的东西 价值上会比较好 比较高 可是相对的 我们所付出的就会比较多 可是最重要的是 让很多朋友可以吃到健康的水果 其实花莲的有机农业之所以蓬勃发展 县政府的大力协助是关键 除了推广之外 还提供农民技术上的支援 也与农业资裁之补助 让农民没有后顾之忧 我们要弥补 既然救助了农会补助的钱 不够了我们县政府 再把它补助给它 给它有一个基本的生产成本的额度 让他们不要亏了太多 让他们没有犯事 也是不对的 今天我们要让农会县政府来保证 农会你尽量做 贪的你们做基金 以后完全会来弥补 得天独厚的环境 及认真打拼的农民 造就了花莲成为有机农产王国 台湾土 台湾水 种出的每一粒米 每一颗果子 跟每一叶蔬菜粥 都饱含着这片土地的精华 以及农民对土地的爱 下次来到花莲 除了欣赏花莲的好山好水外 也尝尝这里到地的台湾味吧